5732亿的成交量 3972家公司 代涨 机构面对这样的行情 也得忍痛割肉10个亿啊 今天有家150多亿流通市值的公司 跌停板放了两倍的量 按照这个量呢 机构一定是割肉跑掉了 这家公司呢 是3月份完成了订增 发行数量在8.93亿股 发行价呢 是5块9毛2 募资总额呢 大概有53亿 那个时候啊 股价是7块2左右 今天的价格呢 跌到了4块7毛8 将在今年美食股派了0.5元 订增机构的浮亏 大概超过了18% 所以今天跑掉啊 浮亏大概有10个亿 看到了没有 面对这样产无人性的行情啊 机构一样被收割 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质押平仓风险 之前质押的老板们 股票快跌到平仓线了 没钱补仓了 一旦穿仓的话 机构一抛 那问题就更大了 现在大家还是不要 轻易的去抄底 对于业绩不确定的民营企业 图有其表的这些科技类公司 分红不确定的公司 老板质押的公司 管理层减持的公司 商誉过高的公司 都要避而远值 今年22家涨停里面 居然连一个百亿规模的公司都没有 市场已经陷入了一个 缩量阴跌的模式了 成交量呢 已经创下了今年来的低量了 对于这样阴跌的行情是走不久的 如果没有大利好加持 大概率会以一个急跌收藏 急跌答应之后呢 才会有超跌反弹的行情 当然我还是希望国家队能出手 因为不救就只剩一条路了 而大多数散户都会在急跌当中 绝望的叫出筹码 我希望你们不会是那其中的一个 我希望你对筹码 讲迹 我梦 等一下 感谢观看